今天呢 有没有很多人突然改名了叫做鲑鱼 你有改名叫鲑鱼吗 我们的五报制作人好像也改名了 在里头来跟大家互动 那如果你也改名的话来这边告诉我 我们可以看到回转寿司的连锁店 现在爆发鲑鱼之乱 因为呢 他们办了活动 说这两天呢 只要你的姓名当中 有跟鲑鱼同音字的人 就可以有五到九折这样的优惠 好 如果说呢 你的名字 跟这鲑鱼两个字一模一样 可以吃免钱 没想到真的我们可以看到 有网友在电话就说 我的极品朋友让我同归于尽 来发文 他说超猛的朋友为了要吃免费 在今天一大早就来到护证事务所 改名就叫鲑鱼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不止一个人改 两个人还吃了五千块 好 现在还有更多的人都po出了 改名的身份证 通通po出来 出现了这样一个改名的风暴吗 就是为了要来吃免费的寿司大餐 这个活动在还有一天在明天 波妈提醒大家 不要为了吃免费这么冲动 因为改名之后 就算你再把名字改回来 但是你的户籍腾本的记事栏 上面还是会注记说 你曾经改名叫鲑鱼 也就是说这个鲑鱼这个名字 其实在你这个之后 一辈子都会跟着你 都还是看得到 来推出这个名字免费吃 但是呢 如果说你本来就叫鲑鱼的话 相信大家应该觉得 应该是很容易被嫁 大家拿来开玩笑 那我们的记者真的 找到了独家找到证明 叫做鲑鱼的林先生 但是他也承认 其实他是改名 而且他就是为了要吃免费寿司 你的名字叫做鲑鱼吗 现在日式寿司店就推出 如果身份证上面有鲑鱼两个字 就推出整桌六个人 吃寿司就全部都免费 寿司店举办限时两天活动 名字和龟和鱼有同音字 一个打九折 两个打五折 一字不差 整桌免费 网友看到马上调侃 说寿司店太没诚意 如果真的叫鲑鱼 小时候就会被霸凌到死 也有人说如果真的去改名叫鲑鱼 也太扯了 应该很少人有鲑鱼这个名字吧 不会 太呛了 可是我觉得我的同学 可能有些会这样子做 有人在网络上抛出身份证 还真的有人这么扯 身份证上姓名林鲑鱼完全不造假 发证日期就是3月16号 而中士也同家找到这位林鲑鱼先生 突然跑出这活动 然后我昨天晚上就想说 好 那我一定要去改姿名看看 附贞事务所的主任还跑出来跟我聊天 他说如果你是我儿子 我一定会把你打死 鲑鱼先生准备免费大吃鲑鱼 身边的朋友突然变好多 但他不敢让爸妈知道 复杂啊 虽然之后可能要换证件什么 但是改蛮快的 然后看我什么时候去把它改回来 免费魅力无法挡 改名吃鲑鱼 真的令人无法想象 记者林伟曹这人年有成 台北见不到 你改名了吗 好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 五暴制作人圈圈圈圈 为了想要吃免费的寿司呢 他也改名 他叫五暴鲑鱼人 但是我不知道 他的身份证是不是也改了 但是因为他的改名看到 有网友抖内给他 也称雷兹 他抖内 而且指名就是要给我们的 五暴制作人 就是我们的鲑鱼人 我代替他来谢谢你 那持续来大家看到呢 蔡芳华说他不敢吃生鱼片 所以他不要 但是其他的人 目前没有看到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 五暴制作人 以后就叫他五暴鲑鱼人 好 那还有谁呢 待会如果你有朋友也改名的话 也来告诉我 不过也有人说 改名则是有次数限制的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那再来看到 到底有多少人改了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全台统计 已经是有65个人改名了 当中台北市是最多的 在新北市也有台中高雄 全台现在有65个改名 在明天还有一天 所以也许在明天还会有人来改名 我们明天再持续来帮大家来关注